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招链的程度 水滴半壶的直径 包括屏幕的刷新率 一系列的能卷的全卷 并且现在折叠屏的手机就是要奔着直板的旗舰手机那个重量 包括你能做的事我能做 而我折叠屏手机做的事 你的这些直板的旗舰手机根本就做不了 所以很有意思 大家看着它们卷 我们消费者还是受益的 OK 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手机 首先这个手机咱们先看一下我很喜欢的素皮版本叫做华夏红的配色 一直我认为Vivo的颜色是做的很正的 另外现在它这个右侧还有一个玻璃 这个玻璃下面是类似于绸缎这样的造型 所以还是看着很典雅的 哪怕我作为一个40岁的男性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一天可能会用一个里面带有绸缎 感觉的红色的手机 但是现在拿在手里面我觉得还是很自然的 它的三个摄像头均匀的分布在这个圆形的相机模组上 那跟这个后背其实没法做太怪异的颜色 毕竟这是一个华夏红的整体的造型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整个的后背的感觉 这个手机在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点 是我很喜欢的 它这边增加了一个物理的静音按键 这么着一旦拨下来的时候 整个的手机就会进入静音的状态 比如你开会忘了调了 但是也没机会去这么着开屏幕调的时候 一下这个物理按键按下来就省事了 这也是之前iPhone系列的手机 一直会被人表扬的一个功能 如今在这个手机上也有了 不错 然后就是一个外屏决定了整个手机的个头 它是6.53寸的外屏 分辨率是2520x1080 OK你大概知道这手机现在多大了 特别好的一点是内外屏全都是三星E6的屏幕 加上120Hz刷新 你就不用担心内外的屏幕发色不一样 或者刷新不一样 那都已经是上过的玩法了 如今已经都卷到了内外屏 很高的配置了 内屏的部分是8.03寸 分辨率是2160x1916的分辨率 这个整个它的屏幕的边缘还是非常均匀的 另外它的屏占比还是很大的 在这种的情况下 我觉得完全出差 或者日常使用手机的过程中 就没必要再从你的包里掏出一个Pi的这样的设备了 很大程度内的能替代Pi的应该有的工作了 折叠屏很关键的 就是关于它的整个的脚链的半径 包括基于脚链半径产生的屏幕的折痕 这些方面的事 这个手机的水滴脚链的半径 相对于之前的脚链半径增加了 既然它的水滴脚链的半径增加了 也就意味着不管是在黑屏情况下的中间的折痕 还是在亮屏情况下的中间的折痕 相对于之前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 但是我需要提示的一点 任何的折叠屏幕的手机都会有多多少少的折痕 并且这些折痕 其实完全是不影响正常的使用过程中的视觉 因为你在亮屏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能看到折痕的 除非是某些很极端的角度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那也只有是跨屏幕中间的时候 能感觉到轻微的一些凸起的变化 完全也不像使用 因为我又使了好几年的折叠屏的手机了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去纠结折痕的这件事 除非是太明显的太死指的折痕 我觉得大家去叫这事没有问题 刚才说到了屏幕 vivo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基于屏幕的功能 就是超声波的指纹解锁 识别的贼一块 并且面积还是贼大的 如今升级到了两块屏幕 都有超声波的指纹解锁 还有现在失手解锁的性能 相对之前有一个巨大程度的提高 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好用的功能 然后vivo系列的折叠屏的水滴脚链 都是很结实的 我现在正在用力 真的是在用力 去掰它整个的手机的脚链的感觉 非常的牢固 几乎是感觉不到有变化 我真的是很用力的在掰 当然了很多时候 我曾经用过的这些初代的折叠屏的手机 这么着去掰的时候 我的天哪 但是如今是几乎感觉不到一个变化 这就是内卷的力量 大家都在进步 然后现在还卷了另一个事 基本上一年多前的很多的折叠屏的手机 它并不能实现多角度的悬停 但是如果不能实现的话 很多折叠屏手机应有的一些功能就没法弄了 比如说 在这种的情况下 因为这边是摄像头 在这种的情况下 通过这里面的摄像系统 去拍上面的星星 我就直接把它搁在 我们拍邮寄过程中的 某些的郊区的土边上 或者是某些的石头上 这么着去拍星星了 如果你是不能做到这个角度的脚链停留的话 这个机尾就没有了 那再比如说 有的手机打开到这种角度 嘎巴一下 就直接掰过来了 那这种角度又是火车上 我们这么着去看剧 去看东西 非常好的一个角度 如果你停留不了的话 刚一下就掰过来了 那也就会很麻烦 现在这个Vivo X4的手机 那基本上你看一下 这种角度可能停留不了 但是但凡到刚才我们说的 看剧的这个角度 然后再往这边 垂直 这些角度 看 都是可以停留的 包括它的最小的 这个闭合的角度 你看到这种角度 还OK 我还OK 还行 还不闭 我 最后那么一点点闭上了 几乎看约等于了 我觉得有几度 可能有十度 可能十度不到的角度 扒一下才闭上 所以它这么着仰拍的时候 这个角度还是很大的 比较利好于 大家晚上拍星星跟拍星鬼 这个机身里面揉了4800mAh的电池 有线120W快充 无线50W的快充 所以充电速度 不能担心 120W 存储的方面 12加256 12加512两个版本 我推荐一下 直接就是512的版本 因为这种手机 有可能还会买给家人 尤其是家里面的媳妇跟老人 我觉得这种的手机 买给老人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双手的这么着持握着 这么着去拍照片 那老人经常拍照片 都都不删 尤其家里面的媳妇 所以不删的话 至少是512起步 甚至如果有可能未来出1TB 会更好 配置了第二代 骁龙8的处理器 所以运算速度 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 它的VC夜冷的散热板的面积 相对于上一代 提升了2.2倍 这个在折叠屏的手机里面 绝对算是散热面积比较大的 所以它持续的高性能输出 就有了一个保障 影像的方面 一共有三颗镜头 左下是5000万像素的 IMX866的 一倍焦段的主摄 左上是1200万像素 IMX663 两倍光学的人像 右上也是IMX663 但是它是广角 也是1200万像素 搭载着大家很熟悉的 Vivo的自然影像芯片VR 那照片的质量 大家先在看几个样张 超广的 一倍焦段的 包括这是两倍的人像 拍我们公司的思思 同时在拍照方面 我有一个重大的建议 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 老人推荐 可能因为手抖什么的 大家把整个折叠屏打开 让他这么着 双手持握着手机去拍 但是我觉得建议 年轻的您也这么着去拍 因为确实是会双手持握 更加更加的稳定 因为一旦稳定 出来的画面的质量就会更好 并且这就是我们要发挥 折叠屏最大的一个优势 毕竟这么着拿着去拍 这多爽 直接拍完之后 照片预览 也是这么大个屏幕预览 还是很爽的 最后就是关于 折叠屏的这些应用 刚才其实录据也讲了一些 比如什么折叠屏 这么着拍星星 折叠屏这么着 双手持握去拍照会更稳 整个预览的画面 把它立起来像个小电脑一样的 看电影 这都是常规的操作 接下来 比如说我再讲 分屏也是常规操作 但是咱们还是得 多少讲一遍 因为每次聊 折叠屏手机都得讲去分屏 因为很多人还是不会用 整个的折叠屏的分屏 比如说 它自己内部的 电子书的功能打开了 你要是想把两个软件都搁在这 操作 拖左边来 拖出来了 这边不有一个什么快手 比如说给它搁在这 给它搁在这个位置 直接这边就分屏了 就变成了两个软件 你就可以双手这么着 拔拔两边的去拖 这还是非常的方便 对吧 这个多爽 同时它这边还有一个 Vivo远程控制PC的软件 在这边有 在PC上也有一个软件的话 就可以通过各种各种的 盘匹配上 它就可以远程的去操控PC的电脑 这样的话就避免你在外面 有的时候想用家里面电脑 去弄点东西的时候 操作不了 还得回家 通过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了 还是非常方便 最后就是这个手机 因为有的时候经常这样 当一个小会议的临时的小电脑 或者是临时的会议中心的话 它这上面有三个麦克风 及两个扬声器 所以它的音质 也包括支持Hi-Fi 这种级别的音质 三个麦克风 在多个角度 就可以更好地进行一个 开会过程中的使音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好 接下来该是结论的部分 如果前面看的不仔细 结论 我觉得仔细听一下 还是很短的 现在的折地屏的手机 还是内卷的非常的严重 就像刚才我说的 几乎哪个环件 你都不能差什么 现在能看到 Vivo X4的2这个手机 的各个方面 做的还是比较均衡的 尤其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在脚链层面的坚实的程度 包括脚链的耐用性 这方面 还是相对于早年间的 当时折地屏 刚开始卷的时候 完全进行了一个 巨大颠覆性的体验 并且它也跟其他竞争对手一样 尽量的去降低 往后的程度 尽量的去降低重量 这都是在直接冲击 直板的旗舰手机的市场 还是挺有意思的 玩法还是很多的 并且我也推荐 您们其实给父母 换一个折地屏的手机 对于父母来说 各个方面 各个角度 它都不管是从面子 还是从它的实用性层面 还是很好的一个父母的体验 虽然它嘴里说它不要 好吧 最终就是大家等一下价格 喜欢记得分享哦 喜欢记得分享哦 请不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musica